現在訂閱人數是39 訂閱鈕在下面幫我按一下 還有記得按讚以及分享 拜託拜託 嗨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呢 就是扭蛋啦 又是扭蛋系列的日子呢 這是最近我跟 朋友們去路上看到的時候就扭的東西 所以都不是一系列的喔 就是看到什麼想扭就扭什麼啦 那我們先來看這一顆 法比獸的扭蛋 這是環保扭蛋系列的東西 環保扭蛋呢就是它裡面呢就是這樣子 它這就是扭蛋的殼 然後裡面呢就是會有這些它的配件 然後這個東西的組裝呢真的是超級簡單 連小朋友都可以輕易的組出來啦 這個卡比獸是不是很可愛 而且真的是非常的簡單喔 一開始只要呢把這個可以動的頭卡進去以後 手跟腳呢就是直接就是插進去以後就完成了呢 這個扭蛋好簡單 而且好可愛喔 只是說可惜的地方是呢 它會有點開開的 這個地方就比較麻煩 所以要壓緊 認真的要把它壓緊喔 這個環保扭蛋系列呢 它裡面有 卡比獸 火之機 迷你Q跟 皮卡丘皮繩啦 我最愛的呢是 卡比獸以及 迷你Q 沒有迷你Q 不過有另外一個 代數的 哽鬼 剛好 Pose看他就把它 帶回來了 這個哽鬼打開呢 它是長這樣子 後面呢有一個這個 這個是沒有用的零件 它是 保護 扭蛋 不要去傷害到扭蛋機 因為後面有這個腳腳 打開來一樣呢它有零件 然後就要把它組裝上去吧 哽鬼系列呢就是把它的手 在合起來之前呢 先把它給組裝去以後 就可以把他的腳腳 直接插進去 還有舌頭插進去 就完成了 這個是超可愛的 哽鬼 超 Q 就把它跟 卡比獸放在一起吧 雖然是兩個不同系列的東西 那我另外呢有另外轉了一個這個 這個呢 這隻貓 超醜 可是呢 他的漫畫 超級療癒的 他是一隻很醜的貓 而且他 好像也不會叫 就是可愛的妮妮 他的漫畫呢就是有關於一個大叔 然後大叔的老婆不在了 然後這一隻貓呢是當初 我忘記他劇情是不是這樣 就是好像是 老婆婆然後 跟 大叔一起 就是帶他走之前養的貓 然後後來呢 大叔呢就跟他相處 然後就 兩人感情越來越好 真的覺得 越看越萌啊 這個系列的 這個漫畫真的是 看了會有點酸酸 可是又 該怎麼講 我其實也很希望 未後老的可以像那個 大叔一樣就是 跟貓啊 然後跟寵物啊 就是 在一起生活 當然是最好是 小幫手也陪我一起來 接下來呢是 我朋友 他想要扭另外一隻 狗狗的 然後 就剛好 就是多扭了一隻我想要的貓貓 然後他就 給我了 因為他後來就有扭到狗狗了 這一系列呢 他最想要的呢 就是 哈士奇 然後哈士奇身上有披著肉 應該是哈士奇吧 因為這是狗狗系列的裡面全部都是寵物 狗狗跟貓貓 然後呢 他給我的這個呢 是 橘貓 魚 吐司 他就躺在吐司上面睡覺喔 超可愛的 這個擺飾起來的 超療癒 而且 他的吐司這裡 有凹痕直接放上去 超Q的看起來軟綿綿的 超可愛 接下來開這個 這個呢 就是我們 最常贊助最常出現 以及在我們的影片右下角 最常跑出來的 阿軒最愛的系列 也就是 100%熊熊跟100%貓貓 這個是在 Light的貼圖上面呢 非常紅的角色 然後他有 100%兔兔 100%熊熊 100%貓貓 100%兔兔 以及100%的狗狗 這一顆呢 是100%的狗狗 狗狗 100% 這一系列呢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們的 角色都長得超ㄎㄧㄤ 就是眼睛就是這樣戴一隻 或者是 有的時候畫師呢 會把眼睛畫得有點 比赤 可是他又不是比赤的恐怖 又是比赤的超可愛的 這一系列的貼圖呢 其實我也是蠻喜歡的 然後另外一隻呢 我們的另外一隻呢 就是100%的 Neko 貓貓 所以我這邊剛好呢 就是 兩隻 一隻是狗狗 然後一隻是貓貓 都是100%系列的 這個系列很可愛 而且他這個系列啊 他是 咬線器 咬線器是不是超可愛的啊 這樣直接 卡上去他就 抓住了 咬線器 接下來就是我們今天的 最後一顆扭蛋啦 這一顆呢 很有私心 很有私心 因為呢 他是 卡麵拉里達 G.O 這一組扭蛋呢 有 G.O G.O 還有 握紙 以及 G.O.2 我呢 當下的私心呢 是最希望可以扭到 G.O.2啦 結果果不其然 這一次突然 平爆的爆出了 一顆G.O.2 而且我在扭的時候啊 我看他那個扭蛋的機台上面寫的 這個好像整隻都是可動的 所以我就把它 扭回來了 想說 賭個一顆或兩顆應該還OK吧 因為畢竟是可動的還蠻吸引我的 他呢 剛剛是頭是分屍的 只要把頭壓進去就完成了 然後像這個武器 他的武器呢 是彎的 彎的上一次有加過大家的方法就是 可以拿像是吹風機啊 或者是 拿去泡一下熱水 把它掰直就好了 不過因為 現在呢是開扭蛋的時間 所以我就不做這種事情囉 很私小再去把它給 泡熱水把它凹回來就好了 那這一隻的可動呢 頭是可以這樣可動的 可是腳呢 可動的有點微妙 因為我剛剛立刻 拔一下他的 腳就有點脫落了 他其實做得不出來 他這個 腳踝的地方也有可動 大腿的關節這裡也有一點點可動 手的地方呢 手臂這裡的可動 掉石 好爛的可動啊 然後 這裡 肩膀可動 這裡可動 不行耶 這隻可動 讓我很怕他立刻就會掉下來 這一隻比較不建議大家扭 天啊 除非是扭回來後擺了一個姿勢 就把它給放著 要不然這一隻 好危險喔 一動他就會脫 脫落就會掉下來 還好我只扭了一隻 就中這隻D02 要不然我真的覺得 會很心碎 這一隻好糟糕啊 算了啦 他的腰也可以扭 他的腰 對 浩蠟伊 這麼小一顆扭蛋 他做到可動度這麼高 我就原諒他吧 雖然那可動度有點糟糕 呵呵呵呵 會一直掉東西 不過以完成度 跟他的精緻度來說 算還蠻不錯的 肉拉 對沒有錯 今天有點失望的是這一顆扭蛋 可動的扭蛋 這麼高的 真的是很難找啊 可動度這麼高的扭蛋 好啦如果 以稍微小把玩跟 放在桌子上的小精品來說 已經很夠了 這個價錢很夠了 希望以後呢 他可以做得再堅固一點 今天呢我們開的扭蛋呢 就是這些 有 耿鬼 然後有 卡比獸 貓貓碎碎 以及 100%系列 狗狗貓貓 還有這個 大蘇羽貓 還有這個 有點微妙的 死亡惡 呵呵呵 各位喜歡我今天開箱影片嗎 那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幫我 訂閱 按讚 以及分享喔 目前訂閱率只有 39人 努力幫我充一下吧 我是NP大熊 MuchBear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